超级新饭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Wonder 超级新饭团 淘宝APP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浩 淘宝 另外还有魔翻身pro 明星视力榜等大陆追星app 不仅从苹果的appstore下架 也从微博上消失了 因为这些app都涉及了 诱导未成年粉丝 高额消费买流量 我当初追到最后的时候 一个月可能达过两三千 追星开始算到 追星结束 那差不多十六几万块吧 这其中网络平台 也和经纪公司赞助厂商 一起操纵用户的账号 利用网页诱导粉丝 疯狂买流量点赞 只为了让支持的偶像相关产品 更多露脸机会 粉丝私下更有专责分工 还记得今年五月 为了帮偶像投票 得先购买赞助商的产品 粉丝网上号召 只要瓶盖不要牛奶 因为投票的QR扣 就印在了牛奶的瓶盖内 就这样 27万瓶的新鲜牛奶 被倒到水沟 雪白的乳制品 被直接倒入沟渠 而在一旁 还有许多乳制品 等着被拆开倒掉 这种疯狂的不理性追星行为 很多都从选秀节目 反推到投票平台 双方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互助互赢 但却也爆发了贪污 卷款攻击造谣 你我本无缘 全靠我花钱 为了不让魏成年 成为诱导的对象 大陆决定从源头 整顿粉丝全软向 TVB新闻谢谢希 陈向如综合报导